必定不能容纳你 为什么呢 烦恼太重 习气太深 你要到极乐世界 看到极乐世界那么多大众 有很多不是修本业念佛的 你还要把他赶走啊 哪有这种道理呢 所以这经文呢 字字句句 一生光无尽 我们不能够 轻视 今天拿到这个地方 跟大家讲 希望我们能够 真正的清净心 真正能够 与普贤心相应 离尽祝福 特别是我们今天讲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族群 我们同一样的心尊敬 我们对阿弥陀佛的恭敬 对释迦世尊的恭敬 对他们的教主 同样的恭敬 决定没有两样 我们对于念佛的同修尊敬 我们对于那些宗教徒 也一样的尊敬 决定没有分别 这叫修普贤心 这叫修普贤心 换一句话是 真正修佛的人 就要在不同的境界 不同的环境当中 我们今天讲 人私环境 物质环境 种种不同环境里面 修真正心 特别是愿轻平等 修清净心 不起分别 不起执着 这修清净平等心 修觉悟心 跟诸佛菩萨一样的修 修耳不迷 静耳不染 那个慈悲心 才真正生起来了 所以佛家讲的慈悲 地缺 不是我们一般观念当中 想象的慈悲 佛家的慈悲 是真诚 清净 平等 正知 慈悲里面 居足这些 才叫真正慈悲 少了一条 慈悲里面就去了一块 不圆满了 再看第二句 再看第二句 二句 于一切众生 生起悲心 除残害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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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念 实在讲 旧事 是观金三腐 观金三腐 第一条里面所讲的 慈心不杀的 圆满 与一切众生 与一切众生 这个经文里头 我们特别要注意一切 一切是 净虚空变发界 上是诸佛菩萨 下是阿比地狱众生 造作无逆食物 唯一些大众 显然气的众生 佛菩萨还是用清净眼观察 平等心对待 依旧是真诚慈悲去帮助他 不嫌弃 为什么 他有佛心 他的佛心 跟我的佛心是一不是二 这就是 同一个生命共同体 他为什么造作罪业呢 是他迷惑 情有可原 我们也曾经迷惑过 他跺地狱了 我们也曾经在地狱打过观点 我们希望别人能够原谅我 帮助我们 我们首先要原谅别人 帮助别人 这才行 所以 于一切众生 生起悲心 悲是什么 悲是就苦就难 他有苦难 他有苦难 我们要以甚深的黎明心 救他的苦难 除残害意 除残害意 感谢您的 Simon Sipa Gi Me Sipa Sipa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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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